64岁陈先生某日晚上阅读时突然觉得字体扭曲看不清 赶紧就医才发现是高度近视引发的黄斑部病变 但是他原本近视高达1200度 三年前就开完白内障手术度数大幅减少 所以没有那么在意眼睛状况 不过医师提醒即使动手术降度数 还是要当心眼肘过长状况人在 黄斑部病变风险并不会因此减少 他之前的话呢就是高度近视 所以的话呢其实他是会定期来做吃我末的检查的 因为呢高度近视 而且他因为他高度近视很深有到1200多度 甚至呢在他引起白内障的时候呢 甚至还高达到2000多度 那他在开白内障的时候其实也没有很年纪很大 差不多50几岁他就白内障 因为高度近视的关系呢 他这个白内障的那个情况的话 倒不是因为变硬而是用这个度数急剧增加来表现 我们知道通常呢我们年纪呢到20岁以上的话 很少是我们一般人的所谓的轴性近视增加 好像我们小时候 例如说我们可能小学的时候开始近视 到国中开始近视 可能就100 200 300 400 500 一直增加上去 那通常呢我们到20足岁之后 很少就会在因为眼肘增加而造成近视的增加 那这个病人的话其实在50多岁的时候呢 他本来虽然已经是1200多度 但是他会他在一两年之内呢就变成到2000多度 他呢申请了然后也做了白内障的手术 然后因为做白内障手术之后呢 因为植入人工水晶品 他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度数大幅的减少 所以呢其实呢他开完刀之后呢 其实只剩下200多度来抵消到他的老花 所以这个病人的话就一阵子呢 并没有再回来看我 他回来看我的时候 对他所说一定是 我看病人怎么歪歪 而且是突然的我就说OK好 那那个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说OK 这应该就是防曼部的问题 于是呢我们帮他散了头 然后呢那个做了所谓的光学共和断层扫描 就是OCT 然后还有做零光眼影比摄影 发现的确实是我心里面所想的 就是高度进士引发的防曼部病变 那直接从这个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的防曼部在哪里 防曼部就是在我们室我末的正中间 所以室我末的正中间最重要的位置 就是防曼部 待会我再用这个幅形给大家看 如果我们光线从这里面进去 最中间最直接 你如果看到一个东西直视看它的话 就会从这个中间进来 碰到的地方就是所谓的防曼部 就在防曼部 就在我们的那个室我末的最中间 最中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所谓的防曼部 从这个OCT 然后从那个我们的荧光眼底摄影 知道了它在防曼部 确实是有所谓的渗漏的状况 造成这个防曼部的水肿 防曼部水肿之后病人就会觉得 看这个看东西是会扭曲的 直线看起来就是歪的 而且这样子的歪不是偶尔歪 而是一尺都是歪的 那现在的话呢 在健保对于这个药的话呢 是有专案给付的 但是需要就是做一定的那个 它有一些标准 例如说它的 我们必须要附上它的视力 然后附上它的眼肘长 然后再附上它的那个FH 对于有关眼底摄影跟OCT的报告之后 然后送健保局申请 申请审核过了之后 就可以用健保来打这个针 那如果它没有审核通过的话 这一支针的话 是要到差不多是两万九千多块 做自费的部分的话 那那个 因为它这个部分是有符合它的那个 它的规定 所以它就通过了 通过了之后呢 我们就帮它做玻璃体内的注射 如果这是眼球的话 我们就从这个 离这个轮重 这个黑白交接的地方 差不多退后的3.5到4mm 从这里面打进去 打到这个玻璃体腔里面 我们就叫做玻璃体腔里面的注射 这个注射的话呢 其实在这几年内非常非常的普遍 对一些黄斑部的病变 我们都是做这样的治疗 像有些糖尿病的黄斑部病变 脑年线的黄斑部病变 那我们就是打这种抗腺症血管的药物 好 那这个通常呢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 这种高度近视引发的黄斑部的 这种那个水肿 就是在这个黄斑部下面不成长的血管 造成的这个水肿 通常打这个针效果还蛮好的 这病人在打完针 两个礼拜到三个礼拜之后呢 他就会告诉我说 这个歪的情况好很多了 引起蚊子扭曲的可能原因 除了高度近视黄斑部病变外 黄斑部皱折老年性黄斑部病变 糖尿病黄斑部水肿 视网膜血管阻塞都是可能的原因 万一我真的看到东西直线变扭曲 那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呢 当然今天这个病人 他主要是因为高度近视引起的 再来的话就是黄斑部皱折 黄斑部皱折也蛮常见的 就是在黄斑部上面 那个多了一层墨 然后他就皱起来了 那就这样会凹凸不平 这就黄斑部皱折 再来的话就是所谓的老年性的黄斑部病变 这其实也非常的多 再来的话就是糖尿病引起的 还有就是我刚刚讲的像眼睛中风 血管阻塞之后 造成这个黄斑部的水肿 像这样子都会让这个黄斑部 因为水肿的关系 然后我们看字体 那个直线就会有扭曲的状况 那高度近视为什么会引起 这样黄斑部病变 就回到我刚刚一直想讲的 重复讲就是眼肘变长了 眼睛变长了之后 我们这个有一个叫做Bridge Membrane 它就会破掉 然后就会从脉络末 把血管长进去 那长进去的这不正常的血管 它可能会造成出血或者是水肿 那这样子出血或水肿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视力 它看到的状况是什么呢 例如说它在中间的地方 它有它看字的时候 可能就这个地方就像霧霧的 那这就是扭曲 那比较严重的时候呢 可能就是出血 它可能整个就是黑掉了 不管它往哪里看 它就是有一个东西 被打蟒塞克 那颜色就会变得不太一样 这就是 它看到这就是在那歪歪 线就是就歪掉了 高度近视者 各种眼部病变的风险都会比较高 像是视网膜玻璃 白内障 青光眼 黄斑部病变等 即使因趋光手术或白内障手术后 近视度数减低 高度近视带来的病变风险 仍然存在 不可轻忽 就是最终的方法 记者汪君台北报道 所以他就